突然想到的时候很兴奋 就跳都加速 手心也要出汗的这种感觉 就很觉得要上去 不行 我不能等到下一周 就刚才我一开始提的 尽早的去做 后来我就举手 我就去做了 而且我自己感觉还不错 做得很好 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物 今天在上课的路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同学当中的一些八卦 我这个频道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表演 还有学习表演 冲浪 以及相关的一些拍摄 的一些Vlog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是星期三 7月26号了 今天上课的内容 是一个新的阶段 叫做Emotional Preparation 关于情绪的一个准备 好 我们先聊聊我同学的一些八卦 我们同学当中的构成 之前有介绍过 从18 八九岁一直到之前有个六七六十几岁的人 六七十岁的人 六十多岁吧 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是两头都差不多 我呢还在倒数啊 那主要最多的那个年龄段的话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到三十多岁这个样子是最多的 我二十多之前的也比较少 那我想聊聊什么八卦呢 就是这些同学他们平时是做什么工作 以及或者说是他们以什么为生 他们的收入来源是哪里 OK我们可以分一下不同的人来大概聊一下 比如说18岁的那估计就是打一些小的part term的这种工作 因为同时他也在上大学吧社区大学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 那他的话我估计他他目前还没有怎么也是一样可能最多打一些零工 就是part time没有正式的工作 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在学习 他上了除了我们这个课还上了别的课 然后剩下主要的那一群呢就是二十多岁三十岁一直到四十岁之前的这一段 有一个是在一个VR的虚拟情境的一个店里还是一个体验馆里面工作 我们有一个作家 然后之前有个画家 那这个都是他们的主页 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应该不工作了 然后是结婚有孩子了 那他的主要是丈夫这边的收入吧 就是家庭的收入 那还有几个男生他们的话我觉得是也是打一些part time的不是正常的就是那种全天的那种工作 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总体来说收入都是偏低的比较紧的 主要是他们有这个做演员的热情 所以能够这么去坚持 也没有选择一个full time的一个工作 那还有就是税数再大一点的 还有就是一个税数跟我相近的 就三十多岁到四十岁这阶段的话有两三个 然后有一个的话是他是做很多工作 他自己本来有个scaler的画廊 然后同时也是做一些通讯的一些顾问还什么 反正他蛮多工作 然后也很热心 经常去帮别人 然后再有一个那个是二十多岁的一个女生 她是哈佛毕业的 那她呢自己有开公司可能是利用她的专业做一些那种比较轻松 相对来说不用固定时间工作的那种咨询啊 或者说是哪一类的工作还不错 可能自己创业 好像是她是自己创业 她好像是自己创业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我年龄好像几乎一样的 就是七八年 她七八年出生 她呢在表演上面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她是离异了 然后单身 现在的话她想 应该是同时也想做一下表演的老师 就是她想边学然后边去教 然后也在整理她自己的一些教学的一些想法啊 一些材料啊什么的 对同时她也去做一些舞台剧 这些东西 然后她应该经常也会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这个表演的活吧 也能赚一些钱 所以总体来说就都不可能是收入很高 然后还有一位岁数比我大的 她都是 她是相对来说拍的东西最多的应该是 但以广告为主 她呢 她就是我觉得她已经是退休了 她应该会有一些退休金 然后同时也在拍广告嘛 有些收入 但目前我跟她交流还蛮多的 大概的了解来说呢 应该也不会太多钱 就是太稳定 因为可能这跟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可能赚的钱都会花在那个自己想要花的方面 玩啊 爱好啊 这些方面 所以也没有存钱 然后她也是单身 虽然有女儿有孙女 但是她自己是单身的 经常会跟女儿和孙女在一起 他们关系挺好的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以后跟他们更熟了 我会了解到更多 那总体来说就是在美国其实大家都过得都挺自在 但是但不富裕 就是说那种刚刚够吃饱能够去做自己的兴趣的这种比较多 刚刚下完课 今天第一堂这个emotional preparation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啊 第一个去做的好处啊 我觉得特别有好处我有感受就是你不要放在最后去做最后的话往往你会想来想去想的过多最后 虽然也有可能说你想多了可以准备更好 但问题是你想多了你也失去了很多第一个上台的一些好处 第一个上台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训练你快速反应 因为很多时候拍戏有时候一些变化或要求一些转变 你要很快的反应 那这就需要你平时你就能够很快的做出决定 然后去行动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你第一个上去的话 你做完了就做完了接着你就很放松了 然后你可以安静下来去观赏别人的表演 不至于像有时候我在准备啊一直拖到后面 我都没心思去看别人的都在准备自己的东西 你先做完之后你还有机会做第二次 你不要觉得啊我第一次去的太早太着急 我没有准备好做的不够好 但往往是你第一个先去的 你还有机会做第二次 因为你很早就完成了嘛 如果你是排到最后最后时间都不够了 或者说没有时间了 你连第一次都做不到可能 所以我就说总结一下这个争取尽快的上台的好处 那今天呢就是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迟到了嘛 我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在路上心情还不太好 因为迟到的事情 好多原因嘛 家里孩子乱七八糟一堆的问题导致迟到 迟到之后刚好赶到了第一个同学上去 慢慢熟悉那个规则 然后后来的话我就基本上有一点感觉了 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些情绪 想要表达的情绪 然后就突然想到的时候很兴奋 就是整个手心啊心跳都加速 然后手心也那个好像要出汗的这种感觉 就很觉得要上去 然后我就马上举手 我说上去 然后结果我在我旁边的一个同学 他已经比我先举手 所以他先上去了 他上去之后 他呢他讲的是一个他真实的经历 所以也特别到位 特别真实 然后就使得这个我也听进去了 然后很多人都受影响了 然后他讲的某一些 有一些地方跟我的相相似 所以我就一下我自己的idea就凉掉了 我就就马上我的情绪就掉下来 掉到了零点 就是觉得哎呀 我好像没有感觉了 没有那种很激动的感觉了 所以后来我就跟老师说 我说我今天我不做了 我留到下一周一再做吧 然后后来就别的同学了上去 有的也非常好 就是 但多数是在做这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情绪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这种情绪 搞得整个课堂气氛都很很悲伤 然后再说的话 其实就说我们作为演员要掌握的情绪也是多种多样的 各种喜怒哀乐 愤怒各种都要有嘛 所以的话我就我就在想我不要做悲伤的 我第一次想的是那个悲伤的 后来我就决定不要做悲伤的 后来我就哎很快我又想到了一个新的 然后就是悲喜交加的那种东西 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本来我已经说了下星期一再做嘛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行 我不能等到下一周 就刚才我一开始提的 我们要争取越早尽早的去做 然后后来我就举手 我就去做了 而且我自己感觉还不错 做得很好 现在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课程的我的体会 就是这个emotional preparation的东西 他就是说 在训练的这个课程的练习当中呢 就是你要一个也是同样 共同的东西就是跟之前学的一样 你要有具体化 把你的所想象的东西具体化 然后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最好不要是你已经发生过的 去重新演 它就没意思 要去想象 想象一个新的可能性 然后把它非常的具体化 它是一个什么事情 怎么发生的 在哪里 然后对你是你现在要怎么做 刚刚怎么做 不要有一个结果 不要有一个结果说 我要哭 我要愤怒 我要打人 我要打笑 我要怎么跳起来 这个东西都不要去做结果的设定 而是把这个 你这个前提 具体化 具象化 然后去充分的去想象 想象完之后 一出来之后 就开始 你老师也会提一些 就跟你沟通 跟你聊 你刚才在干嘛 怎么顺着你的情绪去问相关的问题 然后使得你进一步的把事情 具体化 然后你自己也进入这个状态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下一节课的话就会有两个同学 就一对同学来进行 就是一个是你要有个具体的 independent activities 就是你在做某件事情 然后对方的话 带着情绪的进入你这个地方 然后两个人的一些 这种互动 好 OK 今天就分享到这 拜拜 by bwd6